兄弟们,我是袁胖啊 创业有乐趣,发明有方法 大家对发财感兴趣的可以多多关注发明名商城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种新型的发明项目 这一款波线取通机 这个发明人呢,叫妙继仇 浙江泰州人,是一个加工厂的技术人员 妙斯福的家呢,就在波线厂的这个附近 每天下班回家呢,他都能闻到刺笔的一种烧皮味 家人也出现了多次就医的这种情况 生活呢,严重受到了影响 和厂家呢,交涉 厂家总说啊,人工费太贵了 人手不够 于是呢,妙师傅呢,就想呢 怎么样发明一台这种又环保 又能解决波线取通的这个问题 他那个刀啊,都是那个直着的刀 手拿的话呢,一天的效率都是很慢 然后我想是不是用一种电动的方法 用电动带嘛,肯定效率会更高嘛 电线电缆的回收很麻烦 如果有一台机器啊,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就省事多了 工人们呢,也很轻松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妙师傅 他发明的这款机器,到底是怎么波线取通的 经过了这个粉碎的原理 里面有集成,修成 直接在这边扔料进去 从这边出来,然后塑料从货面出来 操作起来还都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比较环保,产量又高 搞个发明那是投入很大 很多人都不敢轻易去尝试 家里的人更是不支持啊 妙师傅呢,一直以来啊,他都没有放弃 一心呢,就铺在这个发明上 脑毛灯就是从他搞机器脑毛灯的 我开始的时候不怎么支持他 说实话,我看他后来弄弄很辛苦的 开开有点心疼嘛 妹妹的妹妹的跟着他后面跑了嘛 他这个机器啊,使用的时候呢 只需要将电线整捆封于到头料口里面 不仅仅减少了焚烧铜线所带来的污染 而且呢,还大大的减轻了波线工人的这种负担 可以说是非常实用啊 凡是发明明的产品 如果找圆胖,圆胖给你送礼包 要找圆胖,请评论私信留言就可以了